大家好,又是我小塞 今天和大家開箱試玩的 就是這款MG的MG Gogo 這款是MG德國品牌的 True Wireless耳機的第三款 仍然是一貫品牌作風 走高規格的路線 但價錢是相宜的 這款也是TWS Plus耳機 即是分開訊號去連接耳機 令時間延遲或脫嘴的情況完全消失 究竟耳機裡面有什麼含量 以及包裝裡面有什麼呢 一起和大家看看 提提大家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們有好東西就會立即通知 叫你們看 另外如果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覺得OK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CRS 留言、讚、讚、分享 讓我們這條影片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好了 先和大家來個開箱 首先看看外盒 一隻True Wireless Stereo Earbud Bluetooth 5.0 支援aptX的規格 機背其實有很多功能 這些功能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開一開盒 一開就會看到兩隻耳機已經放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充電盒 還有一、二、三、四、五、五 五對耳棉 這五對耳棉 為何有一個空洞呢 因為在耳機裡面 我們先把兩隻耳機拿出來 首先看到 兩隻耳機 一隻左、一隻右 已經很清楚地呈現出來 而我自己覺得 首先這隻耳機非常輕身 而面板這裡其實是有一些按鈕 可以讓大家按下去 這樣就用來做一些 Play 鍵、Stop 鍵、Posh 大小聲之類 有一些按鈕大家也需要記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隻耳機 最棒的就是它的導管 大家留意一下 它這個導管其實相對 這個位置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把耳機的管道 可以塞得比較入耳末 令到隔音和聲音的全震度 可以更加高 配上它的耳棉 其實這隻耳機是非常之的式 輕巧的 它是一個充電盒 一個應該是PVC 膠的一個面 但它就做到好像一個皮 接著這裡有一顆電量的指示燈 接著就有一個Type C 的充電 在這個側邊的位置 可用的電池量就非常之高 接著就耳棉 接著裡面就會有兩條的USB 線 一條就是Type C 和Type C 方便大家快叉的時候用 一條就是一個普通的USB 以及USB Type C 接著裡面還有一個耳機套 這個耳機套就是把盒子不要弄花 接著耳機套就可以保護到你的電池盒 這個就是有一本中文英文的說明書 可以讓大家清楚地了解到耳機 看看Gogo 的一些技術性的規格 這隻新作MG Gogo 繼續走高性能的路線 用上Quancum 的晶片 3020 支援TWS Plus 的制式 而單元方面有6mm DLC 碳纖維的單元 輕巧而且有高強度的硬度 藍牙規格就是5.0 支援APTX、ACC和SVC 而且它的耳機高峰 備有CVC 8.0 的降噪功能 外殼方面符合IPX7 的防水等級 在1米的水深之下 30分鐘是不會損壞的 不過我就不會拿來試 耳機的基本使用可以用到10小時 而電池盒因為有2600mAh 這麼大的電池容量 所以可以充到15次 總共可以用到160小時的理論規格 但究竟是否可以用到這麼多呢 我就覺得未必了 電池盒除了可以為耳機充電之外 其實也支援了雙向充電 可以當尿袋幫其他手機充電 現在我先將兩顆耳機放進充電 大家可以看到有磁性 充電後前面有一顆紅色燈 即是在充電 而耳機的表面也會看到紅色的感覺 如果在電池盒拿出來的時候 一戴上一插一扭 其實耳機就已經開啟了 如果耳機是新的 也會進入耳機的模式 有一個聲音就說 Pairing 因為之前我已經連接過 所以就會看到 一個是MGGOGO L 一個是MGGOGO R 即是一個左一個右 這樣就可以用來聽歌 首先我試一試的音質 我就用這個Spotify去聽聽聽 還有現在我帶進去之後 因為剛才我都說了 導管插得很實 所以在隔音上面 它已經做得非常之好 我感覺到外間的聲音 我已經完全聽不到 而我自己說話都有一層霧 找一些近排都很HIT的呼吸有害 先聽聽 在聲壓上面 我是用到八成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耳機的聲音 其實都是走高分析力 而且在低音上面 有一點點的加強 但不誇張的 不會說有BOOMING的感覺 亦都貫徹他們之前 德國的耳機是走平實的路線 即是一個Reference的聲音 還有Karen的聲音 很淺 特別是很注重了女聲的感覺 這首呼吸有害 其實我覺得很穩陣 因為本身錄音都非常之不錯 那就試多一首吧 ERROR的404 最近真的非常多聽 其實這隻耳機出來的效果 我給我的感覺是 如果你聽POP歌曲 是很舒服的 而且有節奏感 我可以大聲一點 九成 已經有一個低頻的衝擊 在耳朵裡 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在聽這個Spotify 裡面 試試一些比較高音樂的音樂 即是在TIDLE 上 我的Playlist 裡面 其實也有不少歌曲 但我也想找一些MASTER來聽 那就COST TO ME YESTERDAY Susan 的聲音 很貼咪 很貼咪 感覺到它跟咪的距離非常近 聽了Hi-Rex 的版本之後 我反而感覺到它的空氣聲音 就明顯了很多 尤其是這首歌裡面 剛剛試了Susan 的歌 我覺得耳機的可塑性很高 尤其是因為它聽一些 發燒錄音的歌的時候 它有整個空氣感 或者空間感都給我 但就不會讓我聽到 旁邊的音樂太多 而影響了聽Susan 唱歌的感覺 而聽Spotify 裡面的一些 有壓縮的音樂 其實也不會覺得失真感很重 起碼聽到流行曲的時候 都感覺到效果是正常 和舒服的感覺 但Majig True Wireless 的耳機 除了音色之外 我反而都非常期待 它的出街的連線能力 和通話 事不宜遲 現在立即去試一試 出街的連線穩定度 和在通話上 現在小室就去攜充道的街邊 就和大家實測試一下 這隻MG Google 的效果 連接手機就是Sony XT-R1 Mark II 在攜充道 人煙囚物車多人多的地方 試一下連接穩定性 之後就會打電話 和 Hugo 試一下通話 電話和耳機的連接 到現在都可以 通常過這些紅綠燈 都會被附密充的聲音 令到耳機連接會斷線 現在我就過這個馬路 過了兩段 現在都沒有事發生 或者耳機沒有任何斷線 或者疾都沒有 連線穩定性我覺得它真的挺厲害 過了這段馬路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會打電話給 Hugo 試一試 通話能力究竟又是怎樣 Hello Hugo Hello小室 請說 聲音的對話 指一指耳機的效果 穩定性會覺得這個通話的質到如何 給8分的 10分都有8分 質到上面 你覺得比一個普通的MG 都聽到你是戴了一口罩 但是感覺我應該會給7分 幸好我現在經常不怕 我特別要很大聲的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個通話應該是不錯的 而我聽你的通話會清晰 感覺上它的背景都算歐得很乾淨 這個通話的質素你會給多少分 通話會給8分 有8分 有8分 謝謝你 謝謝你小室 和大家出完街 就試了這個通話和連線能力 基本上我都真的有些驚喜 因為本身在晶片上 一向都非常講究 而且它這次用上這顆 也是TWS Plus 雙連接的晶片 我都對它是有些期望 但是亦都想不到平時我有去一些地方 通常都會有疾Q 例如光紅綠燈 都會有一兩下疾 但是它很厲害 它竟然沒有疾 其實我在地鐵站一路走回公司的位置 其實理論上我有一些情況都一定疾 但它都很厲害 堅持得到 我用的是Sony的電話 其實我也有用過Apple的電話試過 兩部機的連接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樣 穩定性非常之高 通話來說 我都試過和別人聊天 剛才也有試過聊天 其實基本上 我不告訴它 我用什麼耳機來講話 其實它都不太發覺 原來我是用一個無線的耳機 去做這個通話 這應該是歸功它的 CVC 8.0 降噪和通話的收音功能 而且這隻耳機的音質 我覺得是高清分析力路線 以它現在這個價錢1299的官方定價來說 又可以把充電盒當作尿袋 一機兩用 我覺得也是一個合理的價錢水平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最近入手的True Wireless耳機 當作自己的禮物 這隻耳機你可以親身試一試 要知道音質是否適合你 但是連線等等 就一定要你買回去才可以試 分享就到此為止 但我們在新聞中心 亦都會有圖文的分享 和大家細味一下 其他的功能和試感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去我們的新聞中心 收睇 今天和大家分享 這個MG GOGO 這個MG的True Wireless耳機 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鈴鐺 我們有好東西便會通知給你看 再按下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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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